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是2018 9月27号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今天周某人在这里 跟大家来讲一下 一个题目 叫做乱晃暴的小人 乱棒跑回消灵 这个孔子有讲 听其言观其情 人烟所在 我们只要听一个人的 所讲的话 观察他的作为 平日的作为 那么他对我们就没办法隐瞒了 人人受灾 受灾的意思就是隐瞒 那我觉得孔子讲这种话 非常有道理 那孟子也有讲 有一种人 既不能令 又不能受命 这种人叫做节恋 非常难相处 既不能令 就是他不能花号施令 然后他又不受命 他也不接受别人的命令 那这样的话 怎么敬业乐情 对不对 那有道是 上古圣前讲 敬朱则刺 敬末则黑 说实在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交朋友需要交很多吗 也许不需要吧 点多之交当然也很多 但是比较深入的朋友 那我们就要 有知有量 有多文 从这方面呢 从这三个方向去寻找 而不是呢 换换之交 去交一些乱七八糟的人 就很不好 像 有的那个保健公司的人 驻扎在设计的人员 我就发现 有的人 他讲话很奇怪 他们做这种工作呢 其实是相当神圣的工作 但是他们搞得好像 变成 好像是 非常奇怪 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态度上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不错 像保健公司啊 以前我们这边保健公司 就有一个 那个总干事 当然总干事他就是 一样是保健公司 派驻扎在这边的人员 他 他经常啊 习惯上来讲 跟好几个人这样讲 说他是在地的 意思就是说 我也是很角色 是怎么样 其实 在电子报上有看过 还有我听那个朋友也讲过 有的人就是因为 讲在地的 在台湾啊 不是说在别的国家 狠的国家 说没有 在台湾讲在地的 结果中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了解 你要讲 你是在地的 这三个字 其实 一般人的认为说 你感觉说你是在地 大部分就是包仓包毒 或是暴力讨债 或是贩卖毒品 这种角色 对不对 你才来讲 你是在地的 比较合理嘛 你今天只是 一个月免个三万多块 薪水的这种 劳工 那你说你是在地的 那说实在 我们听了会觉得好笑 而且会认识说 啊 你 早晚会出事 那这个人呢 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工作了 已经辞职 为什么 因为后来 我有跟那个私底下 跟一些其他之物聊天 我说 这个人将来一定叫不动 叫我一听当 你要叫他做什么事 也做不动 我说这个 建一落叶的知情 他既然说他是在地的 那么你想想看 讲他自己在地的人 你怎么能够命令他去做什么事呢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对别人花好命令 因为他讲在地的就是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样 好像大家很好相处这样 所以他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 那就是这种结劣 真本子讲的就很难相处 果然他到最后 我们这边的那个 那个管理委员的发觉 根本叫不动他 叫不动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讲他在地 第二个原因 他们也变成老油条了 就是变成说 有的人甚至讲 这个工程有回扣的 比较有钻头的 他就很努力就去做 比较没什么钻头的一直叫 叫他做 叫了好几个月 他不动就是动 不动如山 所以这样就是 一点点不好 那当然 我个人的结劣这样很不好 还有 有的 甚至他在保健公司 他只是当警卫而已 派驻到社稷里面当警卫 他讲话也是乱讲 看到那个国中生 我们附近有一些国中生 在那边偷抽烟 他就跑去 跑去管 这个小贵人不管不行 好像义正言之 讲的偷偷是道 在那边管 那我心里在想 他讲给我听 那我就想说 其实你不要管这种事 这种事自然有人管 因为你也不是警察嘛 你就把社稷的安全处理好就好了嘛 你敢国中生在那边偷抽烟 那我们话说回来 你自己当国中生的时候 有没有时候 有没有三不五十有时候好奇 偷抽一家烟 也许有吧 对不对 不用这个反应过度 然后你这样弄 但是我后来发觉说 他讲的好像义正言之 好像他还有真意感 其实他是经常跟一些送包裹的 送报纸的 甚至送瓦斯的 都会吵架 我们这边有两个前卫 另外一个就从来没有跟人家吵架 但是这一个人就是接累 他一定会搞到这么复杂 然后我后来观察 如果是庙宫的小孩 或是镇头的小孩 也是国中生在那边抽烟 因为听说也不是听说是真的 因为有人看过 在那边被人家开枪 他们也找人去给人家开枪 所以他们有枪嘛 或者是土地入役 利益的纠纷摆不平等等 然后他看到这个是 庙宫的小孩 在那边骑机车 或是坐那个交车 也是没有牌嘛 然后骑机车 他也不戴安全帽等等这样 他一看 他根本就脚装没有看见 不敢去 不敢去讲 你国中生为什么抽烟 所以可见他也是双重标准 他也是看 这看软 看软好处 可以去稍微制止一下 那看这个是 比较惹不起的 我们就不要去招惹他 那这个设计里面 有的那个小孩子残障 那个算你很可怜嘛 结果他怎么讲 这种小孩子没什么用 死的反而好 他讲这样 讲好了以后 这种人很少 其实一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大部分看到 人家有这种小孩 都会安慰 说啊 就算他讲这样 他后面也要加上 讲说 但是你不能够故意让他死 好好照顾他 辛苦的 一般都是会说 你辛苦的或是怎么样 但是他讲这样 好像教训你一顿 这个死的反而好 这个活着没什么用 结果我跟你讲 这个宝贤 讲到这样 后来 他今年三月辞职 然后回到他的家乡 七月传来消息 他死掉 那请问呢 这个残障 残障小孩的家长 听他的死心 会感到非常悲哀吗 没有高兴就已经 算对他很好了 对不对 他死了 我们不会说 好像幸灾乐祸 但是要叫我们感觉哀伤 说实在很困难 因为平常讲话的态度 怎样 所以呢 我觉得乱放胖口的小人 有时候会得到这个教训 像那个讲在地的 其实他讲好几次在地的 我感觉 个人感觉 早晚有一天他还会出事 如果他这个习惯不改的话 到别的地方 记住他现在已经在别的地方 在工作 因为这边他待不下去 在别的地方 但是这种 就是 他们没有这个注意到 这个礼貌的言证 就是好像行指 行指 欠邪边里面有讲 小人之邪也 入乎耳 出乎口 他从 从那耳朵听进来 听进来一些 一些适适而会的道理以后 他就这样照讲出去 出乎口 所以都是乱放胖 根本 该讲的不讲 不该讲的在那边乱讲 所以我觉得说 这种人 是非常要不得的 如果他这种礼貌没有改的话 将来一定会发生事情的 拉利扎他讲到这边 舍花让人 周贤 以米共同 失所知 谢谢 拜拜